早上好 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懷疑再度成為了暗殺的目標 這也是繼2個月之前轟動全美的刺殺廢祟事件之後 再次有人企圖要暗殺特朗普 相關消息 立刻進入今天的突發實驗直播 當地時間15號 特朗普在他佛羅里達州西棕驢灘的 高爾夫球俱樂部打球的時候 有一名手持AK系列步槍的男子 走到了他幾百米範圍之內 懷疑要對特朗普不利 那特勤局人員發現了這個槍手之後 就向他開槍 最終將他拘捕 特朗普在視線當中沒有受傷 聯邦調查局形容這是一起暗殺未遂事件 正在展開調查 美國特勤局人員15號下午2點左右 在特朗普旗下位於西棕榈灘的高爾夫球俱樂部 發現一名攜帶有瞄準器的AK系列步槍的男子 執法人員表示 這名男子當時躲在有矮樹後 把背包掛在圍欄 把槍口對準俱樂部 距離特朗普約350至450米左右 當局指 此人在特朗普附近範圍出現 特勤局未對特朗普採取保護措施 向這名男子開槍 這名男子把步槍砌掉 並坐車逃走 最終被執法人員扣查 消息指 特朗普當時在騎高爾夫球俱樂部 與一名競選贊助人打高爾夫球 沒有受傷 事後 特朗普發文 指自己安然無恙 永不投降 民主黨的總統拜登和副總統哈里斯 德西特朗普安全後 發表聲明 表示釋懷 兩個月前 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出席競選集會時 發生槍擊事件 耳朵被開槍打中 特勤局將襲擊者擊斃 特勤局事後被指責保護不力 特勤局局長事後下台 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表示 他討厭流行歌手泰勒斯維夫特 泰勒斯維夫特幾天前 在Instagram帳戶表態支持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角逐美國總統 指他看了哈里斯和特朗普的首場辯論 認為哈里斯穩重有領袖才能 他向兩億多個追隨者表示 將會投票給哈里斯 還鼓勵民眾登記為選民 在11月5日參加總統選舉投票 美國總務管理局表示 有超過33萬人次通過斯威夫特分享的網址 瀏覽關於美國選民登記的政府網站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有關於特朗普懷疑再度成為暗殺目標的最近消息 立刻連線的是在洛杉磯現場的本台記者楊平均 平均你好 你好 王峰 關於案情 關於嫌犯有哪些掌握 另外 截至目前各界什麼反應 這期有聯邦調查局 以針對特朗普暗殺未遂的事件 目前正在受到全局的關注 在嫌犯在釋放後的一時間逃走 是被目擊者拍下了嫌犯駕駛的黑色 迷桑的車款與車牌 警方在當地的95號周期公路上成功對他進行逮捕 在車上找到了有瞄準鏡的AK式的步槍 還有相機 特朗普在第一時間被帶到了安全地帶 同時特朗普回到了他的住處海湖莊園 那麼作案動機仍然在調查 據了解在事發的時候 嫌犯距離特朗普最近是不到300米的距離 所以這次事件引發了外界對於特勤 取代為安部分的一些擔憂 另外目前多樣媒體證實 嫌犯市民叫羅斯 現年58歲 他曾表達過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目前是居住在夏威夷 那通過對於過往嫌犯的記錄顯示說 他曾參與過烏克蘭戰爭之外 另外他也被被捕過8次 據美聯社報導說羅斯在2022年曾因持有 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而定罪 同時在他的社交網站上 經常發表一些激進的左派的言論 包括說他有專門向民主黨的候選人捐款 他的捐款被注釋到2019年 在今年4月22號的一份帖子當中 他抨擊特朗普並稱 在民主黨必須要在選票上 我們不能夠輸這樣的情況 另外回歸到案發的現場的話 警方還發現了一個GoPro的運動相機 而當時其實這相機被架在的未來上 可以做好嫌犯做好 就要記錄整個刑事過程這樣的一個準備 目前被逮捕的時候 嫌犯是獨自一人 情緒是非常冷靜的 他也拒絕入口供 也沒有自便說自己無罪這樣的情況 事發之後提及各美國政壇 包括總統及副總統 第一時間發表聲明 譴責暴力等等 目前我們看到的是 來眾議院的民主黨共和黨人 約翰遜就表示說 美國歷史上還沒有一位總統 沒有一位領導人經歷過如此多的攻擊 如此堅強和堅韌 他並表示特朗普是勢不可挡的一個情況 而在當地的時間 在16和15號下午的記者會上 當地的警方也承認說 因為特朗普現在不是美國站在的總統 所以他無法對整個高爾夫球場 進行一個包圍這樣的動作 維安部分的確是相較於 現任總統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比如說以前特朗普作為總統的時候 在大高爾夫期間 包括媒體人都不允許站在高爾夫球場 附近的一個人行道上 但現在呢 他現任之後 包括附近的一些叫國會道等一些人行道 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朗普 而且特朗普是非常痴迷於打高爾夫球 所以他行程容易被掌握 所以各方擔心說 這個情況爆發之後 遭遇到第二次的前總統的襲擊 特朗普行蹤和地點如何被槍手知曉 同時這一事件是否與國際勢力是否有關 這是外界或者各方正在關注的焦點 王峰 好 謝平均帶來的分析 這個槍手的一些更多的消息 你掌握到了58歲支持民主黨人 而且呢是經常發表一些左翼的言論 支持烏克蘭 同時我們也看到過去呢 是有一些犯罪前科的 最近消息呢 立刻連線的是美國克里斯多夫 紐波特大學政治科學系的副教授 孫台銀先生 田北分析 孫先生你好 王峰你好 剛我們記者也留下了一個疑問 就是關於特朗普的一個 私人形成的一些踪跡 怎麼會容易被曝光 因為相比兩個月之前 當時他的競選集會當中是公開形成 這次是一個私人形成 依然是成為了被暗殺的目標 你怎麼來看 對 特朗普是一個 很容易被摸牌出行踪的人 他的家在佛羅里達 這是人盡皆知的 而且呢他出行回家都會有大震盪 人是不是在佛羅里達 你只要在附近街区路邊停着 基本就能知道 那特朗普呢 又是一個喜歡打高爾夫球的人 而他位於佛羅里達的高爾夫球場 各個洞的佈局通過衛星照片地圖等方式 很容易就能獲得 襲擊者呢也可以了解到 第四個洞還是第五個洞 離路邊很近 事實上呢 特朗普今天遇襲的時候 在路邊的這個槍手 離他剛才說了 也就三四百米左右 那另外呢 我們不能忘記剛才提到的 特朗普當前不是現任總統 那麼如果他是總統的話呢 可能會安保更嚴格 但是呢現在這個情況 安保措施僅限於特勤局認可 可能在區域的這個附近 可能有危險的範圍才會展開 所以呢 單兵獨狼要找到 特朗普并非男士 而特勤局的果斷反映 特朗普今天毫髮無傷的結果 也反映出今天的布防 或許還是有效的 嗯 雖然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距離美國大局也略近了 第二次發生 針對特朗普的暗殺未遂事件 對於選情會不會有影響 特朗普會不會利用 這次的一個暗殺未遂的時機 去做一些宣傳或者競選 我覺得會如何影響大選 很大程度上 與這個槍手的動機有關 而現在這個 我們還不完全清楚 啊 那麼這個人呢 在社交媒體上 非常支持烏克蘭 他不僅稱自己去過烏克蘭 替烏克蘭和俄羅斯打過仗 而且呢 還積極幫助烏克蘭 從離開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人 裡面去物色雇佣兵 啊 所以呢 特朗普對烏克蘭的放棄政策 存在 這種是主要動機的可能性 那我總體感覺 特朗普遇刺能帶來的 對選情的幫助 已經十分有限了 一方面呢 對選情的幫助 助力在九州前第一次被遇刺時 可能已經產生了 現在已經反映在民調裡面了 第二呢 這個槍手 好像在2016年的時候 是把票投給了特朗普的 不是典型的民主黨人 那第三呢 很多選民已經厭倦了 特朗普所不斷卷入的 各種混亂和無序的事件當中 他的基本盤自然會很同情他 甚至變得更支持他 但是呢 特朗普獲得显著的新的選票 這個事件的作用有限 嗯 虽然是我們知道 這個自從上一次 特朗普遭遇 遇刺未遂之後呢 其實雙方 就是民主共和兩黨方面 曾經達成過一定的 好像共識 語言上的共識 就是減少這種仇恨 但最近看著 泰勒斯威夫特 表態支持哈里斯 看得好像在 美国 對於這種仇恨的情緒又有了 就是特朗普也發表的言論 是討厭這個 泰勒斯威夫特的 目前這種仇恨情緒 在選舉當中 是有增加 還是有衰減 我覺得啊 這可能是跟特朗普 自己的言論和行為有關的 比如今天這個特朗普 在上午社交媒體上發文的 這個很恨 泰勒斯威夫特這一點 這可能會給 斯威夫特的安全帶來威脅 因為指不定哪個川粉 看到這條發文呢 就開始針對斯威夫特 采取行動了 那麼當然就是說 特朗普的話也可能讓 斯威夫特的粉絲 對特朗普充滿敵意 那今天的嫌疑犯 是否是斯威夫特的粉絲 我們現在還不清楚 但這個動機也不能被排除啊 也就是說 存在一種可能 也就是他如果上午不發這句話 下午可能就不會遇到 這樣的危險 所以呢 特朗普拿這個議題炒作 是必然的 但是否會有效 這樣我覺得很難說 因為不少人會覺得他的遭遇 和他的個人風格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機會也想請教您的是 自從上一次 就是特朗普和哈里斯的 首次電視辯論之後 目前雙方的攻防位置 有沒有發生明顯的改變 怎麼來看目前的一些民調數據 其實在辯論開始的時候呢 哈里斯已經基本上 處於一個微弱的上風了 因為自從把拜登換掉之後的 民主黨的基本盤 就開始變得非常的活躍 這個哈里斯的民調 一直在處於這種上升的趨勢當中 那麼最近的幾波 在辯論之後的民調呢 我們也可以看出 他對特朗普的這種領先的優勢 正在逐漸的擴大 雖然呢 仍然都在這個誤差的範圍之內 兩個人的選情依舊十分焦灼 也就是說 哈里斯對特朗普的領先 這個優勢呢 還不如當年拜登在這個時候 對特朗普的領先的這個大小 但是呢 我覺得哈里斯現在仍然存在 進一步上升的空間 而特朗普呢 他因為他一直是 以激活自己的基本盤 作為他的主要的戰略的基本盤 就這麼大 所以呢 他的上升的空間 反而是非常有限的 嗯 那這個特朗普這一次 在棕櫚灘的事件發生之後 怎麼來看民主黨的反應 就是很多人發表了聲明 從聲明解讀當中 有哪些的細節 可以去跟過去相比 跟第一次與此相比的不同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一致的啊 因為這個對於這種總統候選人的 這樣的暴力的行為啊 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黨派 美國政府 政界呢 大家都還是比較反感 而且是發文會去駁斥的 那麼而且呢 這個話術 其實對民主黨來說 其實也是有一定的好處的 因為特朗普是一個 經常靠言論去煽動暴力的 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呢 他們其實民主黨在發表聲明的時候 一直都是話裡有話的啊 說拒絕或者反對 這樣的這種政治暴力的發生 實際上呢 雖然是對這個具體的事件 他們是想要同情一下特朗普 但從這個話術來看 其實也是暗黛著在指責特朗普的 嗯 好 謝謝 謝謝孫教授參與話題討論 以上就是本节突發新聞 事件直播的小部內容 有關於特朗普懷疑二柱遭暗殺的追尋消息 本台將會持續的關注報導 也敬請各位留意收看